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一开始他的非洲之行第一日行程 今次是日本首相八年来首次到访非洲 安倍晋三在第一站埃卓俄比亚宣布 将会向该国提供1160万美元 也就是相当于5亿日元的援助 安倍晋三在和埃卓俄比亚总理会面之后对记者说 他相信日本和埃卓俄比亚两国政府和民间企业 直接会面和交换意见意义重大 他又说埃卓俄比亚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地区经济的火车头 埃卓俄比亚总理可以马里亚姆德萨来尼高度感谢日本援助 可以马里亚姆说他今天非常高兴感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因为安倍晋三已经宣布为埃卓俄比亚的农业改造进程提供5亿日元 他又说双方在会谈当中已经提到有关问题 他再次感谢安倍晋三 可以马里亚姆肯定了日本自卫队 在南苏丹继续展开联合国维和活动 并且还对安倍晋三政府提出的依据积极和平主义 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决心表示欢迎 安倍晋三今次非洲之行还包括访问科特迪雅、莫桑比克等国 其间日本预计将会向科特迪雅提供8000万美元的援助 向莫桑比克承诺67亿美元的投资 观察人士注意到安倍晋三在非洲的外交努力 是在中日照鱼岛争端的背景之下展开 具有日中争夺非洲的战略意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